我看了一份中国房地产起排行榜 感慨良多 那些在逆境中 城市反向崛起的开发商 是单纯的运气好 还是战略眼光深远 或者是有其他秘诀 那些消失不见的开发商 是因为过于投机 还是缺乏高屋建林 亦或只是运气不好 波云建日 在表象之后的本相是什么 我们一层层来说 在排行榜的前四名 是保利 万科 中海 华润 碧桂园 2021年 这个榜单的前五名势必桂园 万科 融创 保利 恒大 2019年 这个榜单的前五名势必桂园 万科 恒大 融创 保利 2017年 这个榜单的前五名势必桂园 万科 恒大 融创 保利 结果显而易见 在之前很多年 这个榜单的前五名都非常稳定 在2021年 恒大掉到了第五名 2023年彻底消失不见 与恒大一起消失不见的 还有融创 碧桂园则从很多年的宇宙第一大房戏 调到了此刻的第五名 但毕竟还在前五名 这时 万科的功力彰显无疑 哪怕在楼市危机最严重的年月 比如说2022年 万科也几乎是波澜不惊 这得益于万科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意识 这种意识起源于王石 传承于玉亮 从白银时代到黑铁时代 再到赤裸裸地喊出喊出口号活下去 毋庸置疑 万科是将危机意识 和底线思维刻入到骨子里的开发商 这其中 保利 中海和华润 他们的统一标签是央起 而这种房企的最大特色是 异常喜欢危机 在民营房企被三道红线紧紧束缚之后 被抽贷 短贷 资金流拦腰斩断之后 他们凭借央企的身份 和更低的融资机会 和更低的资金价格 拿下了海量的资金 所以 越是地产下行期 越是房企债务危机频频闪现 越是他们的狂欢时刻 可以肆意蚕食 可以迅猛扩张 可以横扫整个市场 所以 商业的世界从来都是分化的 有些开发商看似是巨无霸 其实异常脆弱 不过半年时间 就可以让十几二十年积累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有些开发商 从诞生之日起 便被赋予了 让同行羡慕不已的特殊定位 永远也不可能出事 排行榜前十名中 除了万科之外 龙湖应该是最让人 有安全感的民营开发商 地产教父宋卫平 不止一次夸过龙湖的五亚军 而他们 都是创始人气质 深深地影响整个企业气质的典型代表 但如今 绿城早已成为央企控股公司 宋卫平也早已退居二线 而龙湖 不仅历经周期 成功地撑了下来 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越走越远 很多时候 特别是地产下行期 一个名词越来越流行 这就是长期主义者 到底该怎么理解 又该怎么定义这个名词呢 做产品的人说 长期主义就是要用心打磨产品 用产品主义去赢得市场 做神盘的人说 比如说北戴河的阿那亚 和成都的陆湖 则定义为用运营思维 用长久的付出和时间做朋友 自能打动客户 用港商的思维来说 比如说家里 新鸿基 新世界 则是用慢的精神 用颇具远见的规划来做社区 做产品 但对于龙湖来说 这些都不是 龙湖对长期主义的定义 应该是安全边界 如何建立护城河 如何活得更久 如何更慢地倒下去 针对安全边界 另一种叫法是第二增长曲线 对此开发商们各有门道 恒大的汽车 碧桂园的机器人 融创的冰雪世界 建业的旅游 和声创展做的电竞 这个名单很长很长 但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刻 你会发现所谓的这些第二曲线 没有一个有用的 不但没用 反而又反是主业 这让一切都成了悖论 而龙湖选择的天接 却成了 天接不仅成了龙湖增长的第二曲线 还成为了危机时刻 给龙湖带来源源不断现金流的奶牛 类似的另一个案例 是新城的五月广场 这使我们明白 所谓的第二增长曲线 比如说恒大的汽车产业园合同世界 融创的冰雪世界 在更多的意义上 是用来圈地的 用来拿连价土地的 而核心城区的商业 则靠的是费尽心力的运营 靠的是长久的投入核养商业 这就是长期主义者的核心要义吧 这份排行榜中最大的黑马 是滨江 位列全国第九 紧贴龙湖之后 滨江和其他前十最大的区别 是它只是一个区域开发商 除了个别项目在长三角之外 大部分都集中在杭州 很多时候 人们都会把杭州的滨江和郑州的建业 放在一起比较 因为这是中国最典型的两家区域性开发商 但不同的是 建业早已经陷入危机的边缘 卖资产 卖股份 艰难自救 而滨江却在危机中逆势生长 第一次进入全国前十的门槛 可以对比的是 2019年 在这份榜单中的排名 建业是25 而滨江是35 2021年 滨江前进至21 建业退至58 2022年 滨江前进至12名 建业41 而此刻 滨江第一次排名第9 而建业后退至74 尽管我们可以质疑 具体销售金额的准确与否 但至少这个排名的趋势是可参考的 滨江和建业的分水岭就在2019年 这一年 他们两个同一时间挤进了千亿阵营 不同的是 这一年是滨江辉煌的新起点 而对于建业来说 却成了顶点 之后便是一路下坡 直到地方国企入股救助 命运的不可捉摸就在于此 但为何会如此呢 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命运差异呢 当我们像剥洋葱一般 层层解剖两家企业时 我们发现 这是两家气质迥异的开发商 滨江有三大核心战略 成就了今天的滨江 这就是守卫度 标准化 高品质 守卫度 将杭州作为自己的核心大本营 并牢牢地掌控市场的主动权 这是滨江的第一大战略 我们只说2019年 前江世纪城是杭州的网红新兴板块 滨江直接砸下重金拿下区域内能拿下的所有宅地 在这个被誉为 杭州新市中心的区域 滨江土地储备高达37万平方米 在杭州市市所有土派中 你永远会发现 所有的核心土地 最积极的身影永远是滨江 这导致滨江在杭州拥有着绝对话语权 标准化 4加2.5正1 这是滨江体系内通行的7个半月开盘战略 从拿地到开工用4个月时间 从开工到样板房开放用2.5个月 再加一个月用来续客 这加速了公司回款的速度 使得滨江可以有充裕的现金流 而滨江的净付债率也一直非常 很多年份还是净现金 对于大多数中小开发商来说 现金流是比规模更重要的要素 它直接关系着生死存亡 如果再加上一个 那就是聚焦 聚焦于地产开发 聚焦于杭州 聚焦于住宅品质 聚焦于美玉度 这就是滨江的护城河 有意思的是 建业走得正好是滨江的反面 建业身上有着所有能让人警示 和接受教训的素材 第一 彻底丧失组成郑州守卫度 从而失去了对冲能力 很长时间以来 人们对建业的成为一直是河南老大 而不是郑州老大 这是因为建业已经失忆于主场郑州了 在建业身后 一干本土开发商 甚至将建业在郑州的份额 挤出了前五的位置 这和滨江和杭州的一存意义截然不同 而失去主场 丧失核心主场的守卫度 对建业意味着什么 我想今天已经很明白了 第二 激进的多元化 从而造成大量的短债长投 违背商业规律 2015年6月 建业开始实施新南海战略 建业由地产开发迅速向外辐射 足球 商业 酒店 农业 旅游 电影 教育 文化 我亲耳 我亲耳听到胡宝森的挚友冯伦劝过一句话 建业现在一直在做转型 但是这里我想对老大哥说一句话 就是公司不管怎样转型都好 但是一定好好抓住根本 这个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房地产 盖房子 因为对于一个房地产公司来说 你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 这个善意而又委婉的规劝和提醒 老胡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答 但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就在2022年 在建业最危险的时候 建业新南海以来所有的明星项目都卖了 这成为建业对于2018年冯伦规劝的最悲痛的回答 第三 也是压倒建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无序扩张 建业地产2016年的整体规模是200亿 2017年实现了370亿规模 2018年规模是724亿 2019年则直接突破了千亿 在短短三年 建业几乎每年都是100%的增长率 这是建业地产最高光的时刻 但是如今看来 建业地产今天所有的结局 也许正来源于这个时刻 因为建业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建业继续向左走 走路径依赖的高杠杆 旗下分公司上市高利息之路 而宏观政策则一直向右 淡化地产的路上越走越坚实 最终通过三道红线和一系列的资金端 需求端政策 将房地产彻底放显瘦身 最终 这造成了建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遗迹 不仅是建业 很多开发商都是死在了这一条 背道而驰的路上 如果你仔细对比 你会发现 现在所有的陷入危机的开发商 犯的都是建业的这三大错误 要么是其中一个 要么是三项全战 这时你会发现 所谓的企业战略和经营战略 其实都是来自于房企自身 对国家政策走势的揣测 以及对于行业前景的揣测 而当国家处于巨大的变局中时 就算是集合了经营分子和众多高薪者 甚至是著名经济学家的开发商 在对宏观政策的预判上 其实也并没有比常人更高明多少 甚至一点都没有强多少年 这导致一直到今天 开发商依然是买房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 大多数依然陷入在 前期战略误判的泥沼里艰难前行 或者苟延惨喘 眼下又到了地产外债的还款高峰期 如山的压力一点都没有比之前好多少 很多企业摇摇欲坠 而对新的购房者 增加了一定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